接著我們要介紹的是氧氣 第一個 氧氣的性質 又是無色無味無嗅 略溶於水 有點溶又不會太溶 當然不會完全不溶 萬一從活的下來 你就要靠那個得到水中的氧氣嘛 然後呢 重點是它可以助燃 我們後面會再提到它 然後呢 誰可以製造氧氣 生物老師教過 光和作用會製造氧氣 對不對 生物老師教過 光和作用 這個是你的生物的重點 好 這是我們現在的重點 雙氧水作氧 就是我們上一次做的那個實驗 雙氧水作氧 OK 這是我們實驗教的方法 還有一個未來會教到的聚光去分解氧化孔 會產生氧根孔 這個我們未來會提到這件事情 這是一個重要的氧的發現的實驗 這個學測這題也考過 也考過這題 氧化孔加熱產生氧根孔 這個現在沒有膠了 看一眼就好了 綠酸甲加熱分解可以得到氧氣 這件事情現在沒有上沒有膠了 看一看就好 那麼我們的重點就是那個雙氧水作氧這個 這個雙氧水作氧 好 我們做實驗 裝置如圖 裝置如圖 圖上面有一個重點儀器叫做劑頭漏斗 劑頭漏斗 然後呢 什麼錐形瓶啊 或者是分六瓶啊 然後廣口瓶收集 叫做雙氧水會分解成水跟氧 我們可以加熱讓它反應快一點 或者是加二氧化孔當催化劑 這邊有一個keyword叫做二氧化孔是當作催化劑 不是反應物 不是反應物 它是在幫助它 讓它反應比較快 叫做催化劑 所以二氧化孔當作催化劑 加速分解 裝置如圖 雙氧水會分解成水跟氧 可以用加熱的方法讓它反應快一點 或者是加入二氧化孔當催化劑 讓它反應快一點 這個東西我們是用排水集氣法來收集 就是瓶子裡面裝滿水 再把空氣氣體灌進去把水弄掉 然後這樣子來得到我們的氣體 叫做排水集氣法 做完之後拿出來撥片蓋住要正立 原因是因為氧氣比空氣重會往下沉 所以瓶口朝上正立它往下去 就是因為氧氣的密度比較大 排水集氣法收集 讓我能夠收集我的氧氣 收集完之後瓶口正立的放著 排水集氣法就是把瓶子裝滿水 然後呢氣體灌進去把水趕走 讓我能夠得到我要的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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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排水集氣法 為什麼我喜歡用排水集氣法收集 第一個收集的純淨 因為本來都是水水被趕走 都是我要的氣體 第二個你看得出來它收集了多少 那個水跑到哪裡不表示你收集到哪裡 我會知道我到底收集到多少 所以我們如果可以用排水集氣法收集 我們就用排水集氣法收集 但是它只能夠用在難溶於水 且不和水作用的氣體上面 通常一般參考書或者是考卷 不強調不和水作用 只強調它要難溶於水 這件事也是學測考過的 也是考試基測學測考過的 它用在難溶於水的氣體上面 我們國中教的一些氣體 二氧化碳氧氣跟氫氣都可以用排水集氣法收集 可是它的溶解程度不一樣 二氧化碳其實還蠻會溶的 溶的還不少 但是我們還是可以用排水集氣法收集 因為它溶溶就溶不了 它把它趕走了 那氣體就更不會溶 但是我們國中有效這幾個 都是用排水集氣法來收集 但是 二氧化碳氧氣跟氫都極溶於水 我們下學期會講到這件事 它們都非常容易溶於水 所以可以做噴泉實驗 那個是下學期要交到的事情 所以它們都不可以用排水集氣法收集 都不能夠用 它太容易溶於水了 那如果不能夠用排水集氣法收集 那怎麼辦呢 一種叫做向下排氣法 平口朝下 往裡面灌氣體 用在呢 比空氣輕的 會往上飄的氣體上面 比如說剛才的氨 剛才的氨 就比空氣輕 就用所謂的向下排氣法 像這樣 這個喔 是因為它擁有顏色的 你還可以看出它收了多少 其實氨是無色的 所以你知道你收集的多少嗎 你不曉得你收集的多少 你不曉得你收集的多少 無法知道你收集的多少 那如果比空氣重的 就用所謂的向上排氣法 平口朝上 讓它往下沉 排掉 像這樣 進去 也是一樣 那是因為有顏色 所以你知道 沒有顏色你也不知道 那個氯化氫 都比空氣重 可是它沒有顏色 灌了半天 你也不知道你灌了多少進去 灌了多少進去 OK 好 剛才那個實驗的注意事項 那個雙氧水 做的實驗注意事項 第一 那個漏斗井 底下的二氧棒 我們要先裝點水 漏斗井要沒入水中 盡量接近一步 為什麼 防止氣體溢出 防止氣體溢出 所以第一個是漏斗井 要盡量接近一步 墨入水中 第二個 一開始的氣體不要收集 為什麼不要收集 因為它是本來在裡面的空氣 它是本來在裡面的空氣 所以不要收集 最後一個 如果氣體產生太快要怎麼辦 把導管從水裡面拔出來 讓它沒有壓力的阻擋 會更容易順暢的把牌出 不是要把氣體落斗拔起來 因為拔起來 它就整個突入進去 整個毀掉 不行了 所以 導管從水中拔出 這些注意事項 在當初我們做實驗的時候 我都提示過你了對不對 就請你記住 這裡的三個注意事項 漏斗井接近底部 沒入水中 防止氣體溢出 一開始的空氣不要收集 因為是原本的空氣 氣體產生太快 將導管從水中拔出 就是注意事項 請注意這個實驗 誰跟誰作用 誰作用 然後用誰當催化劑 注意這些實驗的注意事項 就是我們的學習要記憶的重點 OK